你在家中是否还在这样喝咖啡 你是否已经厌倦了喝普通的速溶咖啡 手冲咖啡和意识咖啡 那如果是 嘿嘿嘿 我们今天来喝点不一样的 欢迎欢迎笑咖 相信就是一直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就是一杯简单的速溶咖啡 手冲咖啡 意识咖啡 就是已经满足不了你们的舌头和味蕾了 那今天我来分享三款特调的咖啡的制作方法 那希望大家在家里边可以尝试 那考虑到每个人喝咖啡的习惯都不一样 有的人喝这个速溶咖啡 有的人喝手冲的 有的人喝摩卡壶 有的人喝意识 还有的人他喝 今天仿佛一道奶白色的壶线 不好意思放错画面了 那我们今天分别会用手冲咖啡和冻干的咖啡粉 以及意识的espresso 那三种形式做三款特调咖啡 那首先第一杯叫那年夏天 我们准备的材料有咖啡豆金酒还有糖 冰块牛奶香草糖浆 橙子柠檬百里香 先做一杯冰的手冲 百里香柠檬碾碎备用 加入原味糖浆25克以及榨好的橙汁 倒入雪克壶中 那再加冰块和金酒 缓缓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 一勺一勺地把咖啡加入到杯中 那最后牛奶加入五克香草糖香 打发冷奶泡 平复在咖啡上 一小口奶泡轻轻地触着你的唇 那温润的香草香气围绕在你的鼻腔 我们搅拌均匀再喝一口 轻盈的甜 一层层的酸 娇柔的金酒 瞬间把你带入到那个想要舞蹈的世界 接下来的第二款 叫17岁的初恋 准备的材料有 柯林硬核冻干咖啡 山楂水 桂花水 黄糖糖浆 老黄酒和冰块 首先我们先倒入150毫升的热水 泡山楂 60毫升热水 泡桂花 泡三分钟就好呀 那接着我们用柯林的蓝色硬核做冷脆 冰块加进山楂水 再把桂花水一对 那最后加10克的黄糖 40克的老黄酒 60克的咖啡叶 雪刻均匀 放上山楂片与桂花装饰 青桂花的香气夹着了山楂的柔霜 咖啡的尾韵仿佛漂浮在空中 柔 柔 柔和的咖啡香气 包裹着你的舌头 在口腔里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 美 17岁的年纪 最美的时期 伴随着淡淡的花果香甜 是不是想到了当年的初恋 那今天的最后一款叫冬天里的一把货 我们准备的原材料有 欧头的燕麦奶 浓缩咖啡 肉桂粉 和焦糖酱 浓缩咖啡先做一杯 焦糖酱在杯中撒 撒的越乱越潇洒 欧头的加肉桂 加热打棉有内味 浓缩咖啡最后入杯 撒上一点点肉桂 做点缀 甜 加热打发后的燕麦奶 香甜顺口 加入醇厚的 Esperso 厚 厚实的燕麦奶香 带着柔和的肉桂 牵引着你的胃 好喝也不醉 不醉是已醉 软 一口入味 软意满满 好是冬天里的毛钱帽 和棉手套 又是冬天里的一把火